在我身邊就是今天的合辦機構 在我身邊的就是陳怡菲先生 阿菲哥 今天為何會有這樣的想法 他在二十多天內進行這個禁酒意義的活動 我們在新家人協會一直做少數序裔 新來港人士和基層約勢家庭的服務 正值是中秋節 中秋佳節的人與兩團圓 希望能夠社會融和 家庭團聚 入供作為一家人的角色 今次我們就聯同不同的機構 一起合辦一個叫做樂有融融的活動 呼籲一些有心的機構個人 捐贈一些物資或者資金去支援 我們現在在社會的弱勢社會 包括了新來港人士、少數組織 以及居長者等等 因此我們其實非常成功 我們今次得到很多的團體 以及公司的和個人的支援、支持、贊助 所以在短短幾十日裏面 我們一籌集不同的物資、資金 亦都有一大批年青的義工參與其中 因此我們非常成功能夠將我們去的大愛 和關懷樂細社群的信息傳遞出去 因為剛才都聽到你在台上說 真的很短時間 包括物資或金錢都好 能夠在這麼短時間裏籌都真的很厲害 會不會接下來還有這些活動呢 我們作為一個支援弱細社群的平台 我們歡迎所有有興趣 有共同的目標的機構和我們一起合作 所以接下來我們在不同的節日 能夠都希望有不同的活動 通過我們香港人的愛心 能夠無邊一些物資 就為一些少數族群、少數族群、新來港人士 和一些長者、其他弱細社群 令到他們關懷、感覺到我們香港人是有愛的 是的 接下來都會有的了 包括了我們在接下來 在9月30號 我們就有一個叫做 叫做萬朵玫瑰、賀國慶 和多元文化青年音樂會 是的 在這裏都是舉行的 非常開心 謝謝 今天就多謝你邀請我們萬聰TV 能夠和你們一起合作去做這件事 都很開心 我們都感受到那種很難得的感受 希望接下來都這麼高的活動 可以一起參加好不好 一定 今天很成功 多謝萬聰TV 祝大家成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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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